欢迎来到Foodie Goody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叶俊甫 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做客的来宾 是人称台菜天后的陈静怡老师 只为了找寻出属于台湾人的味道根源 让我们来欢迎静怡老师 静怡老师好 大家好 静怡老师在您的过去的日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让你非常难以忘怀的味道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 如果说很多人都会讲到家传菜这件事 我家的家传菜其实很特别 它是一个玉子烧 那为什么是玉子烧呢 这关系到我的母亲 她的工作就是像现在的这种带货的人 她就跑到日本去 她也受到日本很多的影响 她会把最流行的东西带回来 那时候她做给我 妈妈的味道不是荷包蛋 反而是一个玉子烧 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跟别人的家庭来说 好像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妈妈经常会不在家 所以当我想念她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来做这个玉子烧来吃 所以也是一个家族的味道 也是你自己记忆很重要的一个味道 对 金玲老师蛮特别是从美食记者开始出发的嘛 你怎么看待这个角色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责任 那个责任是我要对这个社会 对我的读者负责 简单谈一下你怎么发现那个 从煮牛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食安问题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 那时候呢就是 有一次我们在这个餐厅跟一些同事 一起吃牛排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牛排的形状都长得一模一样 那当然最后的突破关键可能就是说 其实从煮牛肉本身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它其实是一种洗食 但关键就在于说 它如果没有全熟的话 它其实是会致命的 当时比较危险的 它还会问客人说你要吃几分熟 所以它能够登上头半头 不是因为它是好吃的食物 而是它是可能会危害人民的事情 那老师这几年 花了蛮多时间在追寻台卫 就是这几本书里面都跟台卫这个Warding 几乎是扣合在一起的 要不要谈一下就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开始要探访台卫 我记得老师是台南人对吧 是去探索台卫这件事情 跟我想要探索我是谁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问题可能会伴随着我们一生 那我在跑这条路线的时候 同样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讲到台菜的时候 外国朋友可能来台湾 我介绍他这个食物的时候 我好像只能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头常吃的 就没有然后了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发现说我对自己的食物 为什么了解得这么匮乏 后来我觉得说不行 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它更多的去理解它 那所以我经过不断的走访之后 慢慢的有一些轮廓 那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说 我其实不是在讲台卫 我是在理解这块土地 因为这块土地有这些人的聚集 而有了这些味道 那个部分就是我重新去理解台湾 那在第一本书有哪一个食物 让你特别的 譬如说印象深刻 或者是你觉得 哇你在探访的过程中想说 原来它背后这么特别 可以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吗 举例来说就是寒吉梅 那这个讲到地瓜的时候 我发现地瓜其实是我们一个 有政治符马的一个食物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然后衍生到有这样子的 背后的意义在里面 然后甚至说 我们会称台湾是一个寒吉 因为它的样子很像地瓜 我在探索食物的时候 发现它一定会跟人有连结 那如果跟人没有连结的话 它就不是食物 它只是一个产品 它可能是一个工业化的东西 所以在您最新的著作里面 台湾原来如此里面 你要不要谈一下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决定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什么样的奇迹 让你发现 原来台湾好像不是只跟台湾有关 它甚至会影响它的原因 可能包括了不同的地域 起因在我有一次去了厦门 发现两地的食物是相同性是非常高 而且那里也吃二阿酸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连结性是很奇妙的 那我觉得不能够就是把它切断 因为一切断的话 我们就找不到我们食物的根 这件事情就让我看到 一个食物经过了人的转移之后 到了不同的地域 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跟发展 所以它食物就是这样会 跟文化一样会流来流去的 它不会是单向的 虽然是一个食物它有流变 但是它流到台湾之后呢 它又有它自己的样子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台味的部分 金鸣老师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你也发现了润饼的绅士之谜 就说您好像可以从它里面包了什么的馅料 而去发现了所谓的 你可能是来自于哪里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其实润饼是一个我觉得 最能够跟家族连结的一道食物 每一个人的家里头 其实可能没有族谱 但是润饼就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谱 怎么说呢 可能跟你吃什么 跟你是什么人是有关的 那如果是这个张州或者是厦门的话呢 它会有一锅的炖菜 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可以看得出来 人的一些不同的背景 那在台湾的话 其实台湾有一些嘉义台南这些地方 会有的会加老菜米 面条在里面 不管是人的地理的 都可以看出这些食物的影响的 这些符码在里面 老师写了这么多年的 就是跟美食相遇的过程 然后也累积了好几本的书 那对于这些饮食书写 跟您对于味道的探索 您还有没有什么梦想想要实现的 我希望可以有一个节目 是可以跨域的 我们可以到台湾 到马来西亚 到新加坡 我们去看这些食物 它们的连结跟变化 其实我觉得食物是 最容易让人去理解对方的一个管道 今天非常谢谢 就是靳怡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在节目中 她分享了她追寻台味的过程 以及她对于这些饮食的 背后的历史的这些 跟人有关的部分 都是值得我们更加去关注的 那今天谢谢靳怡老师 来到梦想实验室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